恐怖车祸今天早上大约7点42分发生在南北大道第403点2公里处 也就是靠近雪兰儿新骨毛的路段 一辆石吨及托格罗里失控翻覆之后猛撞大道分界低 还泰山压顶砸向一辆休旅车 汽车当场压成废铁 消灯人员花了超过一个小时 才将夹在车内的六具遗体一一抬出 六名怀疑死者年龄介于13岁到76岁 分别是Lam Leong Choi、Wang Chek Lee、Lo Wai Lun、Lam Wai Ket、Lam Je Yang和Lam Je Hong 蒙受轻伤的27岁赵获司机莫哈莫杀鲁接受治疗之后 警方马上逮捕对方 并将他带往乌鲁雪兰儿交警总部 接受尿液和血液检测 以鉴定司机当时是否服食违禁药物或毒品上路 当局将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之一 鲁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的条文调查案件